大家好,我是汪奴 大家期待已久的新超人終於在10月13日在香港上映了 這一套由鵬野壽名做企劃、劇本 還有通口真摯做監督的新超人 大家等了這麼久,終於有得看了 到今時今日,大家都可能不是說有沒有看過 而是看了幾多次 基於大家這麼期待這套電影 同時有這麼多人支持這套電影的時候 所以今次這段影片,我就跟大家講講我們這套電影的看法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亦都歡迎留言討論 雖然這套電影很多人期待有這麼受歡迎 但是我都擔心有人未看過這套電影 所以我也想說這條影片是會有劇透的成分 如果未看又不想給我劇透的話,記得現在好走啦 大家都知道鵬野壽名是一個特殊迷 在他拍的電影裡,不多不少都會有對特殊進行致敬 甚至乎是對特殊作品以外的東西都會進行致敬 這套新超人都不例外 我找過資料,裡面是有對鵬野壽名的老婆 所出品的漫畫工作狂人進行了致敬 但很可惜,我們這些全部都是不懂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鵬野壽名的作品 我只是看過真哥斯拉 但是不是因為沒有看過鵬野壽名的作品 不了解鵬野壽名就可以不用看新超人 或者看完都了解不到當中的味道呢? 坦白說,不是的 當你沒有接觸過鵬野壽名的作品 都是看到新超人裡面的超人位的 整套超人裡面是用了很多不同超人的名場面 一來可以令你最有感觸的應該是片頭 新超人戲名的部分 他用了當年超人吉田 由超異像之謎變成超人吉田的畫面 在這一幕已經觸動了你看超人吉田的情話 還有整套電影都有播放超人吉田的BGM 大家在戲院聽到都起了雞皮了 而且他整套電影所打的怪獸 都是跟超異像之謎和超人吉田有關 一開始的怪獸 都是在超異像之謎有出現過 不過如果你沒有看超現象之謎的朋友 可能看的時候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不要緊 因為這些超異像之謎的怪獸 都是出現了一瞬間 對你理解整套劇沒有什麼特別的阻滯 而之後在電影出現的怪獸 你就應該不會不懂 大家都可能看過預告 或者上網都有看過劇頭 裡面的透明怪獸 還有加波蘭 這兩款怪獸都有出現 電影透過這兩款怪獸 講述超人有多強勁 當年有些畫面 都有自認超人吉田的打鬥 兩隻怪獸出現之後 就有到大家都很熟悉的外星人 當中有澤拉布星人 替造當年超人對假超人的經典場面 這幕的打鬥又是相當之好 做當年懷舊的感覺 大家看的時候 都應該有當年看吉田打達拉布星人的時候的感覺 而且在超人吉田裡面 紋氣相當之高的米菲斯星人都有出場 用現在的演繹方法編造出米菲斯的經典 女隊員巨大化的名場面 都有用現在的技術重新演繹 最後左飛和直順都又出場 人類都用自己的努力 壓決了直順的危機 而左飛就有少少艱艱的味道 詳情是怎樣就不趕著 留給大家自己在電影裡面看看 不過整體來說 我覺得整套電影可以分成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講述人類怎樣 跟超異像之迷的怪獸對打 第二個部分就是講述超人來地球 以及跟人類的眼神接觸等等 第三個部分就是扎拉布星人的部分 第四個部分就是米菲斯星人的部分 而最後就是左飛和直順的最終戰 講到知道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這套電影只是將舊的超人吉田重新演繹一次 但整套電影都有很多新的元素 好像超人的設計是用當年成田亨的設計 而且怪獸的造型都跟當年超人吉田有很大的分別 超人和怪獸對打的CG畫面 就是整套戲要看的地方 不單是這套 外星人的設計都會很新穎 用這種電影的設計方法 真是看到外星人的技術 比起我們人類高很多 在這套舉一個例子 電影裡面 米菲斯星人 是用了一支格子 去顯示他的離開 只是這件事已經看到米菲斯星人 比人類強很多了 整套電影可以說沒有黑冷場 打完一隻怪獸 就馬上去第二件事 不會有空間讓你休息 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角色和角色之間的溝通不夠 突顯不到角色和角色之間的感情 裡面都要做人類、社會、政治的隱喻 但怕劇透太多 所以都不在這裏說了 大家真的去戲院看一次 或者看完再看多一次吧 這條影片到這裏差不多了 希望你可以讚好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我的鈴鐺 那我們下次玩些什麼呢 你就馬上知道了 這條影片到這裏 我到這邊見 拜拜